我是做梦啊 也没有想到把花香正细水倒进白树里面 没想到这么厉害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珍爱小叔娘 说到这白树呢 也是人们熟黄蒸必不可少的一个调味品 像平时呢 人们比如说烧菜啊 烧汤啊 凉拌菜的时候呢 一般呢都会少不了白树 那它里面富含了非常丰富的树酸 平时呢也可以用它来作为新鸡剂 使用都是非常不帅的 而这个花香正细水呢 大家也是再熟悉不过 特别是在这炎热的夏季里呢 一般呢都少不了这花香正细水 尤其是办公室里面 或者车里面呢 整本时不时呢都会预备一些 以备不时之息 不然说这两种食材呢 日常都是十分的常见 可是大家呢万万做梦也没有想到 如果将白树呢给它倒进花香正细水里面 能使到什么样的神细作用呢 你们知道吗 知道的朋友呢可以在下方评论席留言 以及分享出来哦 虽然说白树呢还有花香正细水呢 在日常都是比较十分常见的 但是大家万万都没有想到 如果将这两者呢搭配放在一起呢 那日常生活中呢瞬间呢 就能帮大家解决掉很多很多的大麻烦咯 那么具体该怎么稍作呢 不妨跟着我的视频一起进来了解 细细一下吧 不过视频都讲解到这里了 其实呢每一个视频呢 制作都不容易 如果大家觉得小鼠梁讲解的视频呢 要是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用上您的宝贵花财的小手 帮小鼠梁点上一个漂亮的小爱心 支持一下哦 那么首先呢 咱们需要先从家里掏出一个比较普遍的这种容器 比如树尿碗啊 或者石铁碗啊 钢丝朽碗啊 都是一样可以的 接着呢 咱们在掏出一瓶 家里非常普遍夏天 必备不可少的这种花香正细水 缓慢迅速的将整瓶花香正细水呢 先不给它倒进小碗中 那么紧接着呢 咱们在掏出一瓶家里这种亮照的白树 白树呢 在水网中几乎每家美户都是少不了的 因为调乳品 紧接着咱们继续呢 再往这碗中给它倒进 100斤 抓有了白树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再继续往里面倒入数量的古锦水 当里面的白树呢 还有花香正细水呢 进行去给它稀释一下 古锦水大概500克 抓有就可以 然后再用筷子呢 或者勺子 松分的给它搅一搅 拌一拌 把里面的食材呢 全部给它搅拌融化 这样一碗神锡 而又实用的溶液就制作完成了 那么下面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白树还有花香正细水搭配在一起 在日常生活中 到底能隐藏的哪一些神锡用途呢 下面呢 不妨让我们一起赤目以待吧 把溶液给它搅拌好之后呢 为了下面更方便勺作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可以往家里掏熟一个 这种非常普遍的小喷壶 当然如果家里要是没有小喷壶的 也可以直接借助一个饮料瓶 然后在瓶盖上给它缩上几个小盐洞 同样都是可以的 紧接着咱们再将这碗溶液呢 缓慢迅速的给它装进这小喷壶里面 扣上盖子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开始来进行使用了 那么妙用意呢 就是衣柜里面这么一连呢 一般都是接触不到这阳光的 那么比较容易烧失 或者特别容易散松疏一些 意味 那么时时时刻 灵都是如何来处理的呢 其实呢 真的是不必要把整个衣柜给它搬出去 阳台上进行晾塞 我们只需要把这一瓶溶液呢 简单给它喷洒在衣柜里面 因为化香正细水里面呢 是含有酒精的松分 那么容易呢 是比较容易挥花的 而白树呢 它还可以使用一个杀精消毒的作用 简单 少着衣柜里面给它喷洒个五六七八九十下 那么这样子呢 再关上门就可以 很轻松的把衣柜里面的一些异味啊 潮湿呢 全部都给它带走不见啦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 再也不用担心 整本家里的衣柜 因为潮湿或者异味的一些情况 特别容易导致这衣柜出现化霉 整整一系列的见像啦 只需要往里面拼洒一两滴 那么瞬间呢 就能帮人解决 这衣柜里面一系列的大麻烦 不得不说 这个方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管用 因为呢 我每年呢 都会往这衣柜里面 尽情一个月给它喷洒一试 这效果呢 真的是嘎嘎的好 所以说 如果您家里衣柜要是有一道 类似的情况 您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哦 当然啊 除了衣柜 整本这鞋柜也可以进行去 给它使用 喷一喷洒一撒 那么没有用饿的 比如说 吸烟呢 它本身就是有害健康的 尤其是二手烟的危害呢 也是极其的大 如果房间里面呢 要是有那股浓液的烟味 特别是家里的老公 或者公公 他的朋友 一家人 寄下一洗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烟味呢 真的是浓液滚滚的 特别特别的适比 那么时时刻呢 您就可以将这个溶液呢 勺着空隙中 房间里面 进行去给它喷一试 往这空隙上呢 给它喷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这烟呢 是碱性的 而溶液呢 是酸性的 这样一来呢 是很容易啊 给它带走 房间里面的那一股 特别势必的烟味啦 这样一来呢 尤其是家里有小孩子的 再也不用担心 二舍烟给我们身体带来 不友好的一些现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那么第三个妙用啊 就是整个非常经常 特别容易遇到的 那就是 这个卫生间里面的下水道 这卫生间呢 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常遇到 整个卫生间里面 出现一股特别难闻的 异味以及一些鸟味 尤其是夏季来临的时候呢 这卫生间里面的这个下水管呢 特别容易啊 出现一些小肥绳 即便呢 我们每天进行去 给它掀起冲一冲 那么这些问题呢 依旧还是会存在的 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真的是十分的闹心又无奈 真的不要急不要慌 咱们遇到这样一系列的情况呢 就可以将咱们制作好的 这一个熔液呢 简单的给它拿出来 盆一盆 那么立马呢 也能帮您解决掉 以上的这一系列大麻烦咯 咱们呢可以勺这个卫生间里面呢 空隙中细给它噴一噴 这一瓶呢 化香中细水搭配白素呢 它既可以当作一种空隙的新鲜剂 单把卫生间呢 咸部给它噴一噴 或者厨房里面的下水管 倒面呢 爪右边都进行去给它噴一点 当然咱们也可以直接将这一个熔液呢 给它倒进这卫生间里面的下水管里面 倒完之后呢 不要急进行去给它松细 让它在一边静置个五十分钟 也就是六十秒 董事见到了 那么您就会发现 这一股长溪伴随在卫生间里面的异味呢 新生的一如还长了 已经消失不见了 而且闻起来空隙中呢 还白牛有一点点 或香正细水的清香味 如果细心一点呢 您还会发现啊 有一些角落的一些小飞绳呢 已经晕倒睡在那边 一动不动安静的睡着了 不得不说 这个做法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 最关键的是做法呢 稍作起来也是十分的简单 所以说日常呢 您要是遇到以上类似啊 这一系列的情况呢 不妨试试这个方法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哦 好了 那么这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花香正细水 加入白树的妙用 你们大家都学会了吗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讲解的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的 用上您的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或者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